挺累的反正 这是有点强 罕见说累的孙颖莎 一度坐在党板上休息 主教练马林弯着腰在指导 这一幕发生在釜山团体式拼赛 国平女团对阵印度 孙颖莎手盘出战 以1比3赋予木克吉 孙颖莎总结了失利的原因 第一场失利原因还是在于 自己在关键分赃的一些法控上 还是没有推过的案件 在第四盘 孙颖莎再次披挂上阵 此时国平总分1比2落后 莎莎只能赢不能再输 还好她克服困难 以3比1战胜巴特拉 王曼玉在决胜盘登场 她特意和孙颖莎握手 这是还缠姐妹的互相打气 王曼玉没有辜负期待 以3比0完胜莫克吉 独篮两分 力挽狂篮 王曼玉消耗巨大 只有胳膊 显然有些不舒服 陈梦虽然没出场 但在场下出谋划策 化身教练出主意 让人看到了大姐的担当 这就是团魂 作为世界第一 孙颖莎被全世界研究 打团体赛靠的是集体力量 玛琳和邱玉可排着莎莎下班 可以好好总结经历 拿出更好状态面对挑战